东华不避讳的同凤九道, 你把小妖童找来接替你喂药, 要照顾也不急在这些小事上。 凤九却坚持道, 别的是我也帮不上忙, 只能做这些小事来尽一尽我的心意, 自然不能假守他人。 见凤九不听劝, 东华又道, 那你喂完了没有, 喂完了就出去。 本君有话同棒王说, 凤九瞅了瞅碗里还剩大半的一汽补血汤, 道,你这什么急, 等他喝完了再同他说不行吗? 有什么要紧得过他的伤势? 成吞有些尴尬, 便道,实在是喝不下了, 凤九你还是端下去吧, 帝君有话不妨直言。 凤九道,才喝了一点呢? 不多喝一点伤势怎么能好起来? 还是都喝了吧? 成吞不答话, 凤九便只得将汤碗收尽食盒。 东华看向成吞道, 那灵海已被擒火, 他手下其余的虾兵蟹将估计也翻不起什么大浪, 你打算将他如何处置? 成吞早就想好了, 反正他是跑不了的。 线下仙岩家看管, 代本王商是大好, 在押送他至天君面前听后发落。 见成吞已拿好主意, 东华也不再多问, 毕竟这是西海的家务史, 若不是因为凤九无异之间横插一杠, 他是绝对不会操心这种闲事的。 想到这里, 又忍不住瞥了一眼那个惹他操心的主。 东华见凤九收拾好食和后, 又违向成吞, 一气补血汤或许不合你的胃口, 女儿个你想吃什么直接告诉我, 我替你做。 成吞怕给凤九添麻烦, 道, 凤九, 真的不用了。 凤九执意要替他做点什么, 便道, 不妨似的, 你就让我替你做吧, 不然我总觉得欠了你, 心里不好受。 用欠字, 听来就像是债主与借债人的关系, 这可不是成吞的本意, 这番话也生分得很。 他正呆劝凤九不必如此, 一旁的东华可是早就不愿继续旁观他们这种无意义的争吵, 便道, 傍王继说了不用, 你又为何逼他? 见凤九闻言望过来, 又道, 凤九, 我有话对你说, 你随我出来, 说着便领头朝自己房间走去。 凤九先前在东华脸上看不出什么明显不悦, 又见成吞这里暂时也不需要自己帮忙做何事, 便冲他道, 你先休息一会儿, 我晚点再来看你, 说吧提着时刻出门出去。 凤九见地精在前头匆匆地走, 也不只等霍尔他, 觉得他奇怪得很, 便也不着急, 而是慢慢悠悠地跟上他的脚步。 道的东华房间门口, 凤九新到来这儿干啥, 便站在门口也不进去, 东华回身见凤九还不进来, 手里还提着那个看了就惹人烟的石盒, 便大力读过那个石盒放在一旁, 又一把拉着凤九进屋方关上房门, 见东华并不说话只是盯着他, 凤九便道, 怎么了, 不是说有话同我说, 你要照顾成吞我不便拦着, 但是你还是应该略微注意一下吧, 东华提点道, 注意什么, 凤九有些疑惑, 东华委婉道, 毕竟男女有别, 未要成何体统, 被人撞见了容易引起误会, 误会什么, 凤九文言有些警惕, 我行得正做得直, 一向坦坦荡荡, 若有人存心要误会, 那我也无话可说, 东华心道, 你坦荡可成吞未必啊, 尤其凤九对此一无所绝, 倒使得他对成吞莫有丝毫解备, 两人也更容易接近, 可是东华又不便将这层点破, 免得凤九知道了反倒还会对成吞有其他的看法, 若因此生出点灵犀就糟糕了, 因此东华没有将话说得太明白, 而是含糊道, 虽然你如此坦荡, 但旁人未必如此想, 误会还是能免责免吧, 凤九子不会太过在意这种小事, 怎么能因为旁人的看法就不去做自己该做的事, 那凤九岂不是成了忘恩负义之人, 旁人要怎么看与我无关, 如果我说我记忆呢, 东华只得以自己作为打动凤九的缺口, 为何, 凤九诧异得很, 难道你命远听信流言蜚语都不相信我, 东华同凤九推心致服道, 我自然相信你, 可换作你是我, 若你亲眼见我如此照顾我的救命恩人, 对方还是个年轻女子, 你扪心自问, 你心里好受吗, 岂止不好受, 凤九光是想象那个画面都觉得酸死了, 只恨不得把那个小妖精赶得远远的, 甚至连带着也讨厌上东华了, 想到这一点, 头先还理直气壮的凤九, 此刻突然就漠不作声, 东华见凤九如此, 这他心里多半听进去自己的话了, 又趁热打铁道, 别再任性了, 你为了报答成吞座的那些事情都聊胜余物, 最好还是别再折腾, 你的救命之恩就记在我的账上, 以后我替你还给他, 凤九直觉此法不好, 那怎么行, 明明是我欠成吞, 如何能由你来替我报恩, 你与我还虚分得那么轻, 东华不满, 我将来总会替你将这个恩报了就是, 凤九听东华的言外之语是他俩关系不一般, 几乎同为一体, 内心又是羞涩又是甜蜜, 倒也不想再去驳斥东华, 虽然如此, 可是我彻底撒手不管也全无道理吧, 成吞会否觉得我无情无义, 你又不是他的什么人, 对他有情有义才是奇怪, 东华见凤九终于开始听劝也恍惚了一下早前的说法, 没让你彻底撒手, 还是我而去看望问候一下, 但是多的, 就别做了, 这样不好吧, 我一向都是有恩必报的, 如此对成吞, 反倒违背了姑姑对我一贯的教导, 凤九还有疑虑, 从前你就我识, 我为了报恩也是不顾你的反对一路跟着你, 最终还入了太成功当仙额, 现下我突然放弃, 你说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 听到凤九自提昔日报恩的那一茬, 还将二者拿来对比, 东华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莫非你也想追到西海去服侍成吞, 到时再将这恩报了, 我去西海做什么, 凤九经道, 以后成吞若是有难, 我定不推辞就是了, 如何非得去西海, 东华一道, 那你从前, 从前凤九可是执意要报恩, 所以追到九重天去为奴为必, 东华就是担心他也会如此对成吞, 是以内心交集难安, 此刻听得凤九说不去西海, 内心倒还有些意外, 从前是从前, 线下是线下, 你是你, 他是他, 凤九有些害臊, 你就非得让我把话说得如此明白吗? 东华即刻就懂了凤九的意思, 一颗心终于落回了实处, 大力地揽住凤九, 我明白, 凤九见状也紧紧地回报住东华, 并将头依靠上东华宽厚的胸膛, 听着他一声中过一声的有力心跳, 只觉得心安无比, 承吞见凤九随东华而去, 虽知这是意料中事, 但仍免不了有些怅然若失, 从前就知凤九照顾帝君必定十分细心, 金色轮上自己亲身体验一回, 方才知道这其中的滋味, 凤九岂只是细心, 更是相当的贴心, 承吞瞧着他平时是端庄尊贵的女君, 应是平日里被人服侍惯了的, 倒从未想到他竟然有如此让人被感关怀与依赖的一面, 也一点不思他的年纪与身份, 尤其凤九替承吞喂汤食, 承吞是真的有些惊着了, 自长大后, 还从来没有人, 尤其是女人会照顾他照顾到这个份上, 凤九没有半点的扭捏, 倒是自己扭捏得不像话, 毕竟他向来独断专行惯了, 可从未有谁敢存心逆他的意, 可凤九却不听他的, 还坚持要替他喂汤, 表面上看是他拗不过凤九, 可是素来谁拗得过傍王, 只是他心底也有些隐隐地渴望, 他却一直不肯去正视罢了, 难道是就是其他神仙口中所说的男女之情, 为何其中滋味并不如他们所形容的那般甜蜜吃醉, 反而尝起来又苦又涩, 凤九早就心有所属, 如果自己能早一点认识凤九, 会不会一切都有所不同, 可是帝君又不肯对凤九负责, 那么帝君注定并非是凤九的良人, 如此说来, 自己又有没有那么一些些的机会呢? 许世宾中人会变得格外脆弱, 因此各种纷乱的想法都朝成吞涌来, 而在这片刻时光中闪过的无数个念头里, 许多的痴响都被禁术泯灭, 但未禁的心事反而会被无限放大, 而一生中最想的却永不可得的那个人 更将化作一生有禁但情思无尽的遗憾。 成吞从来不知何时开始帝凤九不同, 也不知因何帝凤九不同, 更不知自己的这份心思会否令凤九改变心意, 但既然凤九此刻对他格外上心, 这是否也代表着他对自己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同? 成吞见凤九临走时说着用膳食分会再过来, 虽然明知他多半单纯地在还欠自己的恩情, 但成吞仍然开始莫名地期待着那个时刻的到来。 越临近晚膳时, 成吞的内心越是有些激动, 听到房门打开时, 成吞猛地睁大了双眼, 而后又尽量装作毫不在乎, 甚至紧张地闭上了双眼, 静听着凤九的脚步缓缓朝自己走近。 凤九走到床榻边, 似乎是朝自己看了一眼, 也许瞧见自己在睡觉也不知该不该叫醒自己。 成吞听见凤九似乎在桌边放下了什么东西, 然后亲手亲脚地打散出屋。 听见凤九打开了房门, 成吞可不能就此让他走了, 便只能硬着头皮出声道, 凤九你来了。 凤九听见成吞的声音停住脚步, 回头道, 你醒了, 边说边重又走回他边, 经历了对自己而言漫长的等待后, 成吞见凤九重新映入眼帘, 不由自主地道, 你终于来了。 认识成吞把自己伪装得如何不在乎, 可这一句话终于完完全全泄露了他的心情, 只可惜凤九却并未注意到, 只是随意咽了一声。 成吞初初发现自己说漏嘴还怕凤九声问下去, 其料凤九根本没有留意, 成吞见状心里先是松了一口气, 而后又有些无端的失落, 就好像是你与他的情绪无所不查, 可他与你的情绪却亦无所查。 成吞缓缓挣扎得要做起身子, 凤九便凑过去扶他一把, 头先那一次成吞并未在意, 但此刻他心内千回百转, 倒格外敏感地嗅到了凤九身上淡淡的清香, 不似其他女人喜用的只把人能熏死的胭脂水粉味, 而是有些甜甜的果子香, 让人闻着就忍不住想咬一口。 成吞按骂自己无耻, 竟对纯真的凤九声出了亵渎之心, 正自则间,凤九的长发此刻又有些扫上成吞的面颊, 倒让成吞更加心圆意满, 有些脸热,索性凤九并未发现。 凤九一边扶起成吞一边说道, 中午走得匆忙了, 本想着问问你爱吃什么再替你做的, 后来一想我或许是多此一举, 这里几乎都是你的人, 他们了解你的饮食喜好必定更胜于我, 我这么把活儿给拦走, 倒叫你为难了。 见成吞做好后, 凤九又走到桌边将时和娶过来, 所以, 我觉得我还是不要自作聪明了, 这些都是厨房里刚做好的, 我便直接拿过来献饱了。 凤九的一席话, 微微冷了成吞那颗正热的心, 成吞瞧了时和一眼, 都是平日里常吃的菜, 那个卖祥应该也是厨房做的, 与往日并无不同, 此刻看着没什么动嘴的欲望, 为何不是凤九亲手烹制的菜肴呢? 成吞不好直言, 毕竟也是自己劝凤九不必麻烦的, 但还是难忍失望到, 先放着吧, 也不是很饿, 犹豫离一阵中还是开口, 其实这些菜早就吃你了, 偶尔还是想换个口味。 凤九一听便建议道, 我也会几个小菜,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我教厨房里的师傅去做, 兴许你会喜欢。 成吞瞧着凤九此刻的态度与头先截然不同, 内心是十分的疑惑, 有时候心里的渴望一直被压抑着道也罢了, 可若是偶尔给他一点冒头透气的空间, 他倒是极会见凤叉真的就此攀人生长, 成吞此刻便是如此, 没有希望道也罢了, 但凤九待他曾如此好以后又突然如此生疏, 真有些让人不知所以, 够莫名的张黄, 于是成吞猜到, 凤九, 是否本王头先令你不太高兴, 凤九自然一头雾水, 此话怎讲, 成吞盯着凤九欲言又止, 本王只是瞧着你, 觉得你与头先有些不一样, 凤九并不知成吞口中的不一样是什么, 不过他的确因为东华那番话, 所以在言行上有所收敛, 但这一层也不便对成吞说, 想来成吞应该也不会感觉到, 毕竟他从一开始就劝自己 不必将这个恩德放在心上, 虽然不知这是场面话还是真心话, 但凤九情人相信这是真心话, 是以他在安抚郝东华的同时, 也不再如头先那样上赶着 要给成吞伺候报恩了, 毕竟喝汤时成吞的迥态凤九是亲眼目睹, 也明了自己过于热心的言语, 举动或许给成吞带来了困扰, 因此自己还是应该有些分寸, 别做得过头了, 凤九只得追问, 究竟是哪里不一样, 成吞如何能真的照实说出口来, 便只能到许是本王的错觉, 一定是的, 我可瞧不出来我有何不同, 只是早前确实有些鲁莽, 恐是理了傍王, 还请傍王恕罪, 凤九暗安慰早先过度地热心向成吞道歉, 成吞自然也听明白了, 也知道凤九是不会再像头先那样对待自己了, 一时冲动之下, 他忍不住道, 凤九, 你觉得本王带你如何?